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蔡英文連任中華民國總統以後 馬上就有好消息傳出 究竟是什麼好消息呢 原來台灣的陸委會副主委邱瑞正 在總統大選的第二天 馬上就跟香港大專事務國際代表團的發言人 張崑陽會誤 他是陸委會在大選後首批接見的香港人 究竟在會上又說了什麼 原來陸委會有消息跟張崑陽說 將會研究製作禁止香港惡棍入境的名單 這個厲害了 明堂已經是香港惡棍了 在說什麼呢 在說香港警察 完全是非常客觀和匹配 這個詞彙 張崑陽又說 事實上在過去和陸委會的會談之中 他們都一直在探討 究竟台灣能不能禁止 那些侵害香港人權的人士 入境 從早前的會議就得知 台灣政府原來一直都有相關的 中國人權惡棍名單 對於來自中國的人 有特別嚴謹的審查 但是缺乏有關香港的人權惡棍資料庫 在這次的會面當中 首度確認了 陸委會將會著手研究 建立這個資料庫 在同一時間 張崑陽也幫 連登的我要攬炒團隊 向優庫主委 遞交了一份制裁的報告 這一份的報告 實情是由學界和我要攬炒團隊 共同撰寫的 向達120頁 內容極度仔細 也是陸委會首份收到有關香港的制裁報告 優庫主委說 會仔細和認真研究當中的內容 希望能夠盡快建立到相關的資料庫 恭喜恭喜 齊歡唱同慶賀 簡直是好消息 制裁香港惡棍 張崑陽怎麼說呢 此舉意義更大 因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僅僅在美國通過 並不足夠 他們要務必形成全球的包圍網 全面阻止賣港人士在自由世界裏頭流動 不可以讓他們有喘息的空間 台灣作為不少香港人經常到達交流的地方 倘若台灣的政府能夠在東亞地區 率先禁止香港的警察入境 必定能夠產生更大的阻嚇作用 繼而促使 屬於自由世界陣營的亞洲國家訪校 真真正正禁止賣港人士踏足自由世界 香港人絕對不應該看少 台灣在如今 地緣政治急劇變化之下 所擔當的角色 應該用更謙卑的心態和台灣社會尋求更多的合作 真是好事 說得非常好 首先 這一壇已經有積極的意義 起到示範的作用 為甚麼 正如張崑陽所說 台灣根本就是香港人熱門的旅遊目的地之一 這次去完台灣 下次又可以去哪裏 比如說 日本 南韓 泰國這些國家遊說 泰國難一點 起碼日本和南韓就可以更大力度去遊說一下他們 就形成了所謂包圍網 張崑陽所說 當然會嚴重影響到警察的出行 原來做警察就去不了這些熱門旅遊地點 當然就非常嚴重 製造一個所謂破槍效應 台灣如果真的搞得成這個資料庫 製造一個香港惡棍名單出來的話 想必其他先進文明的國家 就會爭相來訪效 因為第一個去製作這些制裁名單也好 建立香港惡棍資料庫也好 或者是實施禁止香港警察入境的措施也好 他的壓力一定是最大的 但是現在 台灣如果真的搞得成了 其他國家就有先例可緩 他們就可以說 我也是有樣學樣的 台灣也是這樣搞的 我們也可以這樣搞的 這個破槍效應是相當大的 一定是這樣 至於能否形成到一個所謂全球的包圍網 嚴重影響那班傢伙的出行 我也覺得比較樂觀 為什麼呢 因為一有第一個國家去這樣做的時候 就自然有其他人去跟隊 而且這些所謂惡棍名單也好 資料庫也好 當他在製作完成以後 就可以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入境部門 進行這個共享 他們又不用每個國家去搜集資料 這麼愚蠢 所以是非常方便 非常快捷 在現今的社會裡 你這個警察 就不能去包圍網的國家 被人禁止入境 但是你那些老婆子女 就是沒有問題 雖然你是阻止不了他們去的 一定就會造成了一種心理不平衡 久而久之 如果多些國家加入了這個所謂包圍網的話 如果日本又加入 南韓又加入 台灣又加入的話 你就很麻煩了 凡是去這些熱門的旅遊地點的話 他就是變相被杯葛的那個 他就可以自己回大灣區那裡旅遊 我相信不少的文明世界國家 其實都是在等第一個頭 有第一個就有第2、第3、第4個 這些是很容易話為的 目前來說 這個就是所謂香港惡棍的資料庫和名單 就不包括那些家屬 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 一定會製造了大量的家庭糾紛出來 為什麼呢 原來去到這些所謂包圍網的國家旅遊 你這個警察也變相被杯葛 比如說那些已婚的家庭才算 所以那個心理質素一定是會大受影響的 未婚的又怎樣呢 很簡單 如果跟你在一起 永遠都沒有辦法跟你去這些包圍網的國家旅遊 那麼那個人會怎麼想呢 還會不會跟你在一起呢 首先 第二樣的就是 你沒得去 你也阻止不了 你對方只是走去這些國家旅遊 到時就一定疑神疑鬼 到底他跟誰去呢 他聲稱跟朋友去 到底是不是真的跟朋友去 或者是 有其他的勾當呢 一定會製造這些大量的糾紛出來 所以就算目前來說 這個所謂的惡棍名單 不包括家屬也好 其實都是有辣有不辣的 如果連那些家屬都納入了禁止入境的名單當中 當然就全家被迫去這個大灣區旅遊 但是Bandie不Bandie 效果更微妙更加有趣 好了 第二點就是 對於將來的入職者 就會起到阻嚇作用 但我相信對於現職的人 就回不了頭了 為什麼呢 根本上現在的警察大家都知道 無論是督察級也好 袁助級也好 根本上這些人 以他的學歷 以他的知識水平 以他的所謂工作經驗 根本上如果從頭私人市場的話 他是由頭到尾都不可能擁有他現職的薪酬和福利的 這個基本上可以肯定的了 比如說有些做員助級的 會考又不合格去考那個什麼偽進課程的 這樣質素的人都可以鬥到兩三萬元一個月 在私人市場有沒有人會出得到這個價錢去請這些人 你有什麼出眾的工作能力 所以根本上這班人已經是不能回頭了 再加上他們自行不斷洗腦 覺得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自己是法治的守護者等等 就覺得這些肯定是被人迫害他的 所以這班人是阻嚇不了他的 這是事實來的 大家最多就是所謂攬炒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你去打那些年輕人 你去濫捕你去濫告 別人那些大專學界的人 就去不同的國家遊說 使你納入禁入境的名單當中 就是這麼多了 你說制不制止他目前的暴行 不行的 一定沒有可能的 因為他一定會繼續來執行他的所謂任務 一定去搞他的所謂專業的執法 這是一定要大家認清楚的事實 對什麼人會有阻嚇作用呢 就是那些將來入職的人 未入職的那些在想十五十六 將來畢業 大學畢業 或者是 沒有什麼做 要考警察那些 對於那些人 就會有一個阻嚇作用 因為香港人最喜歡的就是去旅遊 萬一有很多國家加入了這個所謂包圍網以後 他們就要想過度過 原來做警察的話就不能去這些熱門國家旅遊 少了很多樂趣 就算被你逗到的薪金 原來整天都要回大陸那裡旅遊 那就死定了 還有你那些家人可以去 你沒得去 哈哈哈哈 那這個就是 幾搞事 所以對於那些人 有意入職的人 就起到阻嚇作用 現在那些人沒有了 已經是沒有希望了 第三點就是 其實如果一旦這個包圍網 或者香港惡棍的名單 是真的出爐的話 就是對那些藍絲和撐警人士 當頭棒喝來 就告訴他們 原來世界上 那些主流的文明國家和社會 到底對於他們這種行為 是有什麼的看法 是不是 啊 你就是不要在那裡爭辯了 經常說自己沉默大多數 經常說自己是正義的一方 經常說香港的黃絲 就被人洗腦 沒有鬼用 廢青 告訴你世界其他主流文明國家 到底是怎麼想的 一旦這些名單出爐之後 就不用爭辯了 那你這些藍絲可以怎麼做 抵制這些包圍網國家 笨 不要去消費 回大灣區 最好不用睹眼睹鼻 去到外國也看到那些藍絲 眼睹都冤了 啊 好啊 恭喜這些傢伙 希望這個香港惡君名單 盡快出爐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